第202集 下雪了 北风走进了房门之内 丹霞子放下了手中的尸体 为北风沏了一壶清茶 这茶是龙虎山所特有的茶树 据闻是第二代天师 从一处掘地之中寻找的一棵灵茶树 一年只可采摘99片茶叶 只有最重要的客人才能够享受到 好茶 北风抿了一小口 香味在口舌之中弥漫 鱼音绕梁三日不绝 更重要的是 一口茶香入腹中 一股淡淡的清流冲上了脑海 让人感觉到精神抖擞 道友 你要找的人已经找到了 下午应该就能找到 丹霞子揉了揉头 要把权力转交出去 涉及的方面实在是太多了 多些不知是从哪里找到的 北风有些好奇地询问道 在少年看官所 还有监狱里 丹霞子收到消息时 于是哭笑不得 社会细细地 给北风说了三个人的光荣事迹 一来到灵溪时 就打上了一个帮派的总部 逼着一群人去找什么诈骗团伙 找了一段时间 啥也没有找到 还和警察发生了冲突 等到警察打掉这个团伙之后 也是一脸的懵逼 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一伙团伙的老大 竟然是一个 十一二岁模样的小女孩 但是分开审讯之后 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 这三个人 才是真正的黑帮老大 一些屎盆子呢 也被一群黑帮分子 扣在了悬疑三个人的头上 北风是哭笑不得 悬三看起来不是挺聪明的吗 怎么会任由悬一悬二胡来呢 但是想了一下 悬一就是一个小孩子 什么都不懂 悬二又是一个缺心眼 偏偏这两个呢 都比悬三厉害 一想到这里啊 北风已经大概知道了 不是悬三不管这两个人 而是打不过这两个人 道友要是无事 可以留下来观礼 明天将是我龙虎山 下任掌门大喜之日 丹霞子笑着说道 事情啊 已经交界得差不多了 放下这个重任 心里呢 也轻松了许多 北风这个时候 才认真地 打量起丹霞子来 最直观的就是 丹霞子的精神面貌 完全可以说是 焕然一新 一身气血 无时无刻不带波动 一会儿冲上一个临界点 一会儿又跌入谷底 北风对着丹霞子笑着说道 恭喜道友 先天可期 这些年来 被手中的权力 迷住了眼睛 总是觉得没有自己 龙虎山就不行了 但是昨天看见 南洋和千军两个小辈 却发现 不知不觉 这两个小家伙 已经成长起来了 我也是时候 专心地盘登武道了 丹霞子有些感慨 年轻一辈 都已经追上了 自己的境界了 在宗师里 蹉跎了太多岁月了 北风对此没有说什么 只是笑了笑 这丹霞子 可谓是先天之下 最强的宗师之一了 底蕴深不可测 虽然在宗师境界里 蹉跎了大量的岁月 却也把根基 打得无比的扎实 一旦突破 可不是先天初期 这么简单 可以说 在宗师境界里 没有几个人的根基 有丹霞子更加的雄厚 北风回到自己所在的院落 坐在池塘边上 随手撒下了一些鱼石 看着一条条色泽鲜艳的观赏鱼 在一起争抢着 舞者其实也是一样 天地中的资源有限 想要比别人强 比别人过得更加的舒服 只有争抢 今天的天色不太好 天空中 一层厚厚的乌云密布 一阵阵似刀子一样的冷风呼啸 不知何时 一片片中指粗细的雪花 飘落下来 北风静静地坐在雪地上 一层似是无形的气罩环绕在北风的身边 所有的雪花落在北风头顶上时 就会飘向一边 雪越下越大 鸟兽之声不可闻 一行五个人从龙虎山下顶着风雪而来 这下我们惨了 悬三越是靠近龙虎山 心中越是紧张 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掌抓着自己的心脏一般 老板交代好的事情没有办好 反而还要老板亲自过来替自己收拾结尾 悬三已经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北风了 悬一和悬二 倒是没有悬三那么多出善感 反而是一路上 到处打亮起龙虎山的景色来 就像是来旅游一般 看着两个人的脸上挂着的笑容 悬三抚了抚额头 有时候单纯一些也不错 最起码不用像自己一样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两个青年道士 把悬一等人带到北风所在的院落之外 就转身离去了 各位 上人就在里面 我们就先告辞了 一千多年的演变之下 年轻一辈道士的说话方式 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语气很是自然 唯有真正核心的道士 还守着一套繁琐的规矩 咯吱 院门虚眼 轻轻一推 三个人一进入院落 就看到了池塘边上 一袭白衣圣雪的男子盘膝而坐 老板 属下办事不力 还让您亲自过来 悬三上前弯着身子 恭敬地说道 风雪交加的天气 悬三的额头 却是浮现出了一抹细密的汗珠 神经大条的悬二 和心性单一的悬一 也似乎感觉到哪里不太对 老老实实地 学着悬三站在北风的面前 北风却是没有说话 如同睡着了一般 对悬三等人的话 没有任何的反应 北风不说话 悬三等人 可就更不敢说话了 恭敬地站在北风的面前 任由 越下越大的雪 堆积在自己的身上 悬三知道 北风不是没有听见 而是故意如此 算是给自己等人的警告 两个小时过去了 北风还没有起身的意思 地面已经铺了一层厚厚的鸡血 悬三等人身上 也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鸡血 三个人脸色苍白 没有血色 牙齿也不断地抖动着 三个人终归啊 只相当于明镜大城而已 还不能够做到寒暑不清 在越下越大的风雪中 占了两个来小时 已经快到三个人的迹象了 北风缓缓地起身 以北风所做的地方为中心 直径一米五的范围之内 没有一片雪花 这是修为有成的人 才能够做到的 如宗师就能够做到寒暑不清了 再冷的冬天 只需要穿一件单衣也就足够了 更不要说北风这个 以肉身突破先天的存在 气血如拱 旺盛如龙 所谓的闻影不能落 片语不加深 周身会笼罩着 一层寻常人看不见 但却确实存在的气场 啥啥 北风朝着房间之内走去 院落中北风的脚步声 清晰可闻 进来吧 走到门口的时候 北风的脚步一顿 似要是 雨雪比寒的声音 想了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